各位企友大家好 我是佳虹 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讲起到 关于利用脚步特殊性的一些题目 那么可以看到在边上这四个角落 都各是一道题目 那在边上这个不是 这是辅助说明用的 那这四个角落呢 通常都是黑仙 如果有兴趣的人 可以先稍微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黑棋要怎么去下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讨论 首先看到的是右上角这个题目 那右上角这个棋形呢 如果说把它搬到边上去 就如同这边所示 那如果是这个棋形在边上的话呢 那它已经是死透了 我们来看一下黑棋的各种下法 白棋怎么应对 黑棋如果是挡在这边扩大眼位的话呢 那么白棋就在这边搬去缩小 黑棋挡住 白棋再点进去 那这样子就形成了著名的刀五棋形 黑棋就死掉了 那如果说刚刚黑棋是病在里头的话呢 那白棋基本上有两种去杀他的方式 一个是爬在这边去把黑棋的眼位继续缩小 黑棋如果挡住 那么白棋再从这边缩小 那里面就形成了弯三 白棋点进去 这样子黑棋就死了 那这边提的话明显是假眼没有用 那么刚刚这边 白棋还有另外一种杀法是点在这个位置 那么黑棋如果挡的话呢 那白棋再点 然后再接住 这样子由于黑棋这边有两个断点 是没有办法兼顾 如果说黑棋接 那么白棋可以挤进去 这样子里头的话不是双火 就是一个进死了 因为这边白棋是可以收气去打吃黑棋的 所以说黑棋如果再接住的话 那里面就形成很明显一个直三死棋 所以说黑棋就已经死掉了 走到这边黑棋就死掉 那如果黑棋这个A位跟B位的病都是不行 那如果说黑棋是病在另一边的话呢 那跟刚刚病在这边其实是大同小异 白棋不管说是斑或者是就点进来 那黑棋呢都一样是进死了 据说这个棋在边上的话已经是进死 但是呢如果说是把他搬到脚上去 黑棋可以善用白棋这边呢 有可能会出现揭不归的问题 来去让自己做活 那么首先看一下黑棋如果说是立下的话 是有没有办法做活呢 这边白棋要注意到 不能够用爬进去的去杀他 因为这边黑棋不会杀他挡住 让你去点杀 这边黑棋有一个好手就是可以拐弯一个 然后这样子去弯一个的话 那白棋就没有办法去杀掉黑棋了 如果白棋再爬那么黑棋可以铺完打吃 这样子三颗死掉了 那所以黑棋很明显做活 那么如果白棋是点杀进来的话呢 那么黑棋可以接住 白棋如果再爬去破眼 那么黑棋还是可以铺一个去打吃 让白棋去形成接不归 就是这样子黑棋就活掉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一开始黑棋立下的时候 白棋这个爬呢 会被黑棋给猴一个去做活 那白棋呢 这时候应该要使用点进去了 去把黑棋给杀掉 这边黑棋如果顶的话呢 那么白棋再冲上来 这边黑棋如果继续挡住 去扩大眼位的话 那白棋再往下冲 那么这样的骑形啊 就刚刚这边摆的有点类似了 黑棋这边两个断点 没有办法兼顾的情况下 那如果说去接这个 那么白棋就挤进来 这样子黑棋就死掉了 据说一开始黑棋这个低位立下 是没有办法做活的 那么如果黑棋是选择这个 一位并一个呢 那么这边白棋一样是不能够去 冲进去破眼 因为黑棋可以团在这里 白棋如果点杀 那么黑棋可以挡住 那么白棋接住的时候呢 黑棋在这一扑啊 那么这里又形成了接不归的骑形 所以说黑棋就活掉了 那也就是说呢 刚刚这边黑棋病的时候啊 白棋必须得用另外一种杀法 就是点在这里 那么点在这里的时候呢 如果说黑棋是立下的话 那么这里白棋一样是不能够再冲啊 因为冲的话黑棋就接在这边 白棋如果想再冲进来 那这里被黑棋一扑又形成接不归了 所以说白棋不行 那当黑棋立下的时候呢 白棋必须得用冲的 那么黑棋挡住 白棋再冲下去 这样子的话 黑棋一样是两个断点接不上 形成了死棋 那所以说黑棋这个病啊 也是不行的 那么再来看病另外一边 有没有办法做活 那如果黑棋病在另外一边的话呢 那白棋如果说去搬 想要缩小 黑棋眼卫的话呢 那黑棋就可以团在里头 白棋点杀 黑棋可以冲 那么白棋想接回去的话呢 黑棋在这一扑啊 那这里就形成了接不归的骑形 所以说这样子 白棋是杀不了黑棋的 那么再来看 白棋如果不用搬的 而是点杀的话 也有没有办法去杀黑棋 那么这时候呢 黑棋还是可以立下去扩大隐位 那么白棋如果想要点杀进来呢 那么黑棋这时候啊 就不用再冲下去了 而是可以接住 那么接住白棋想要撵回去的话呢 黑棋就这一扑啊 那这里白棋就形成接不归的骑形了 结果这样子 黑棋就可以做活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黑棋这一病啊 白棋的两种杀法都没有办法去 去把黑棋给杀掉 那么也就是说呢 黑棋在右上角这个题目呢 透过并在这个方向 就可以顺利的 利用白棋接不归的骑形 来让自己做活 再来看到左上角这个题目 那这个骑形啊 如果把它搬到边上去呢 应该说就只能打结火了 但是现在是在脚上 可以利用白棋这边接不归的问题啊 来让自己变成近火 再来就来看一下黑棋怎么下 这边黑棋这里已经被断了 所以说第一手呢 大概就是先接住 那如果黑棋接住 白棋必须得破眼嘛 所以大致上会打赤上来 那这个骑形呢 如果放在边上去啊 大致上就只能够来打一个 来让自己变成打结火了 但现在呢 因为这边白棋有一个接不够问题 所以黑棋可以去善用 就是利在这里 利在这边的时候 白棋不可能去走这种题嘛 因为黑棋这一利啊 这边就已经两只眼活棋了 所以说白棋如果想要破眼 只能够去碰进来 但是这边呢 黑棋接住完之后啊 白棋会发现自己这里 已经是接不上了 再接被黑棋打赤啊 就已经形成接不归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黑棋第一手先接啊 等到白棋打赤上来之后 黑棋在这一利下 就可以顺利的 让自己变成近火 那么第一手要注意到 不能够随意用利的 因为利的话 白棋这边不会先去破眼 而是可以先冲一下 等到黑棋这边硬住的时候 白棋再打上来 这样子黑棋就没有办法利用 刚刚的这个技巧 让自己去做火 只能够去变成打结了 那么这样子就非常可惜 所以说左上角这个题目呢 就是第一手先接 等白棋打赤之后 黑棋再立下 这样就可以顺利做火 接下来看到右下角这个题目 黑棋三颗子 和白棋四颗子 形成了攻杀 乍干之下 黑棋两气 白棋三气 黑棋岂不是死定了吗 那如果这个棋形啊 是把它搬到边上去 确实是黑棋死了 但是现在是在脚上 黑棋可以善用 让白棋不入气的可能性 来让自己攻杀获胜 那这边黑棋如果第一手是虎的话呢 是不行的 言不出气 因为白棋可以打穿一般 那么黑棋如果再立呢 白棋再接住 这样子的话 黑棋确实是死掉了 黑棋如果再收白棋这一打进来 那么黑棋死得很明确 所以说这边黑棋的第一手棋呢 必须得用立下的 那么这个一路立呢 白棋显然不能不可能从这边守完 因为被黑棋一打吃就死掉了 所以说白棋会从另一个方向碰进来 那么这边呢 后续黑棋就再搬一个 那么白棋呢 如果说想从这边打吃完 打吃 那么黑棋就提掉 那么走到这边呢 我们可以发现 白棋这边是打不进来的 这边明显不入气 所以说这个攻杀 就变成了使黑棋获胜 所以说右下角这个题目呢 非常重要 乍看之下 黑棋两气白棋三气 黑棋杀不了白棋 但是呢 因为这边呢 是有脚步的特殊性 白棋没有办法入气 所以说这样子 后续走完呢 这边的攻杀 确实是白棋不行的 再看到左下角这个题目 那么这边呢 看起来好像很明显是白棋的空嘛 那这颗黑子也只剩下两口气 但是啊 这边如果黑棋能够善用脚上的特殊性 其实这边是有棋的 那第一手就是得要先爬出来 那么白棋当然是只有挡住 那么这边呢 黑棋可以先叫吃一下 然后再打吃一个 打吃到这边 如果白棋立下的话呢 那么黑棋再往这边一搬 那么这里啊 我们就可以发现 白棋是没有办法去收气的 如果说想要铺一个打吃的话呢 会发现这边是明显打不进来的 所以说只能够再从这边提一下 那么黑棋就可以先收气了 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里白棋就被吃掉了 所以说白棋当然是不行的 那么在刚刚这边打吃的话呢 那么白棋如果是提掉的话 应该说是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黑棋一样是往这边搬一个 那么跟刚才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 白棋这里啊 铺完一下之后呢 这边是可以铺进去的 那么白这一铺呢 黑棋就提一个 这样子双方就在这边去形成打结了 所以说这样子去走的话 白棋至少还有可能透过打结的机会 再把这边吃回去 但是呢 黑棋至少还是能够利用这边的手段 有效的去制造出一个结真 明显是黑棋有所得的 所以说在左下角这个题目呢 这边必须得要注意到 实战的时候不要忽略了这种小地方 其实都还是有可能有棋 所以说黑棋这边必须得爬一个 然后打次之后一打 那么白棋如果立下 黑棋就搬一个 这样子就让白棋无法收气了 这样子三个只是死掉了 所以说白棋必须用提一个会比较好 这样子至少还有一个可以打结的机会 接下来看到下面两道题目 那这两题呢 一样各自是黑仙 有兴趣的可以先稍微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黑棋的话 在各局部要怎么去下 好那接下来进入讨论 首先看到的是右上角这题 那这个棋型呢 如果把它放在边上啊 那就很明显已经死透了 我们来看一下黑棋的各种下法 白棋要怎么去杀掉 黑棋我是立在外面 想要扩大眼位的话呢 那么白棋就点进来 黑棋有弧 白棋就断上去 这样子黑棋这边要被三颗子要被打死 如果说是借在这边想要去救的话呢 白棋这一班啊 就发现里面黑棋只剩下一只眼了 所以说黑棋当然是死掉了 那么黑棋如果是立在这边坐眼 那当然白棋这一打吃啊 黑棋也是不行 所以说黑棋立是明显死了 那么如果黑棋是虎一个的话呢 那么白棋可以断上去 黑棋这边两颗子要被吃 所以只有去救 那么白棋可以先手打一下之后 再往这边一班 那么也可以发现 黑棋只剩下一只眼了 黑棋还是死掉 那么如果黑棋是接在这边的话呢 那么白棋也可以点进去 黑棋如果立下扩大眼位 那么白棋再冲进来 这样子很明显 黑棋里头还是做不出两只眼的 所以说黑棋还是不行 那么这个棋形由于是对称的 所以说这边的立下跟虎或接 都基本上一样 就不再白了 那如果说只看这个局部啊 确实黑棋死掉了 但现在有了脚步的特殊性 黑棋可以发现 这边的白棋呢 是有破绽的 黑棋如果能够善用的话 那么可以让自己变成近活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黑棋第一手必须得先往这边一夹 就不要再局限在这个小脚步了 而是要往这边先夹进来 那么夹的话 白棋如果立下去做主度呢 那么白 那么黑棋可以断一下 断一下之后就产生了 这边一路打吃的这个绝对先手 那么打吃完之后 白棋必须得提 那么黑棋再虎回去啊 那么黑棋里头就变成了近活了 那么如果说刚刚白棋不是立下主度 而是接住的话呢 那么黑棋也可以度过 那么度过完之后啊 白棋这边就必须得要先硬一下 如果不硬 会让黑棋这边爬完立下 有这边一只眼卫 那么如果白棋先挡住去 灭掉黑棋这边眼卫的话呢 黑棋这边产生了两个子力之后啊 情况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黑棋接下来再往这边一虎的时候呢 白棋如果想要断上来 黑棋就不会再傻傻打吃在这边了 因为这边白棋一扑完之后 在一般啊 黑棋一样是跟刚才是类似的死法 黑棋还是不行 但是在白棋断上来之后的时候呢 黑棋可以是接在这里 那么接在这边的话 就可以发现白棋是没有办法去像 刚才如果是黑棋这边没有子力的话 白棋简单一打吃 黑棋就死掉了 但是现在这边产生了两颗子之后呢 白棋这边是没有办法吃黑棋的 只能够继续冲进来破岩 那么黑棋再往这边一立下之后呢 就发现这里头啊 白棋这边的攻杀也是不行 所以说这边两颗白子是死掉了 黑棋在这边有一眼 那么黑棋这里也有一只眼 所以说黑棋两只眼活掉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刚才这边如果白棋没有先挡住灭眼 而是想要先搬进来杀黑棋 来看一下会有什么结果 那么这边黑棋就先唬住 那么白棋如果想继续杀 必须得断进来 那么这边跟刚才一样 黑棋不会傻傻的在这边打吃 让白棋扑完在这边挡住 那这样黑棋一样是死了 所以说呢黑棋这边啊 一样是要用接住的 那么白棋如果继续灭眼啊 黑棋就在右边爬弯立下 那么这边呢 黑棋就伸出一只眼味了 明显白棋灭不掉这个眼 那么这里的攻杀啊 一样是黑 白棋两颗子死在里面 所以说这样子 黑棋就两只眼一样是活掉了 所以说在右上角这个题目啊 非常的巧妙 乍看之下这个局部是已经死透了 但是呢 黑棋可以往这边一夹 啊就顺利的 这样让这边产生了两个子力之后呢 再往这边一虎啊 那么白棋在段上 黑棋可以接住 那么黑棋就可以顺利的 去让自己做活了 最后来看到右下角这个题目 那么这边乍看之下 黑棋下面这一条 和右边两颗子 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那么虽然说右边两颗子 只有三口气 但是如果能够利用脚步的特殊性呢 一样是能够在这边去做出文章的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黑棋第一手拐的话是行不行 那么黑棋如果拐 白棋可以猴一个 那么黑棋再爬下白棋这一座眼 我们可以发现里面白棋 已经明显是近活了 黑棋虽然说右下角这边立丸爬一个局部 这边是直四 活棋没有问题 但是呢下面这条已经是死光了 这样子黑棋当然是不行的 比如说在右下这边呢 黑棋第一手棋必须得往这边这一碰 那么白棋大概接住 黑棋再爬一个 等到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可以往一二这一番打 那么这边呢 白棋就无法避免 必须得和黑棋形成结真了 白棋如果提掉 黑棋可以再打过来 那么白棋再提 那么局部就形成了两段结了 那么这个两段结呢 对于黑棋来说是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黑棋必须呢 得先打赢右下子这个结 然后呢后续连这个结也必须要打赢 才能够有机会去把白棋给反吃回去 所以说这个两段结对于白棋来说呢 对黑棋来说是比较辛苦一点 那么在这边 白棋如果不提想要接住的话呢 也是不行 因为黑棋可以点进来 那么这边的收器啊 白棋是慢一步的 所以说这样子 一样是形成结真了 所以说这样子白棋也没比较好 因为这边就变成本结了 所以说还是应该 第一手棋就先提过来 形成两段结 对于白棋来说才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刚才黑棋翻打的时候 如果白棋想要立下呢 那么一样是无法避免去形成打结 因为黑棋可以搬过来 那么双方还是一样要去争夺结真的 那么这个结啊 一样是一个本结 所以说白棋也还是没有比较好 所以说白棋最好的下法 还是应该第一手就直接提掉 然后再去提过来 去形成两段结 这样子才是比较OK的 好 那么今天的这几道题目 就跟大家讲到这边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